今天的早安慈激情要跟大家分享加油喜事 印度菩提加耶斯隆加大爱村落成 10月27号举办了移交入措仪式 有36户入住 我们要从工程营建的角度 去了解过去这半年来 新建的过程当中 有遇到了哪些困难以及挑战 现在就邀请到参与这一次专案的工程师 马俊豪师兄 马师兄好 主播好 全群观众大家好 马师兄现在看到所有的居民 住进去他们的新家 我觉得幕后的团队一定是 跟他们一样开心的 我们回顾这过去半年来 整个在新建的过程 甚至在前制作业上 遇到了哪些困难跟挑战呢 我是负责这个工程的协调 招标和申请准证 因为地方的法规 不同跟我们以往的经验 所以这个在执行这个招标和申请 就是设计方面会有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都不熟 所以需要在短短时间的尽快去吸收和进行工作 第二个就是这个村民原本他是住在茅草屋 然后我们要帮他起这个水泥的屋子的时候 一开始是很不相信的 施工的时候会进来要求要加这个要这个要那个 36位村民每个都有不同的意见都有要求 这个是施工的时候的其中一个考验 在接下来呢就是这边当地呢 他是机械是没有什么用机械的都是人力靠人力来作业的 然后呢所以一旦天气有比如说热天夏天的时候或者是雨季的时候呢 也是会可能没有人来 所以这个一旦没有人来呢 工程的进度呢就会大大的下降 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要去协调安排的工作 这样听下来 骏豪师兄其实是很轻描淡写的 讲了过去这半年来遇到的一些挑战 所以的确呢 如今看到整个落成启用 然后移交立出 真的是很开心 那么回过头来就要问问骏豪师兄 你要盯进度又要配合工人的作息 面临到的时间压力非常非常大 你本身是土木工程师 这一次参与了这个新建大爱村的工作跟任务 跟原先当地的一些建材建筑物是不是有一些不同 也就是说我们在斯隆家村的大爱村有哪一些特色呢 他们以往的茅草屋呢 就是每逢下雨的时候呢 会漏水 现在我们给了这个水泥布呢 他们就不会再啊 不会再面对这个问题了 好像刚才画面有所看到的就是 有时村民就会把帆布放在屋顶上面 就是防水 这是短暂的修补啦 每一次 每次下雨都要 都要去放这个帆布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就是比较关键 我个人觉得比较关键的 就是那个雾神雾神的我们提高到山泥 就是山泥 所以以往呢 村民呢 进家都要弯腰 在家作息呢 也是要弯腰 所以呢 现在雾神已经把它提高了呢 现在他们可以挺胸的扫地 就像这个画面里面这样子 所以呢 就是这些设计呢 通通这些设计呢 是会影响 会改变他们的作息啦 还有一个呢 就是窗户 以往的土屋呢 都没有窗户 唯一的通风和光线的都来自于那个门 现在呢 我们这个斯隆家村的大爱屋呢 是有窗户的 在这个沙尘滚滚的地方 难免会有灰尘 所以他们也是要交易 他们怎样去照顾和维护 所以我们看到画面 真的是师兄师姐们也很可爱 就是带着居民一户一户 跟他们讲如何打扫 如何维护 那在整个新建的过程当中 因为俊豪师兄 刚刚一开始有提到 您是负责工程协调嘛 所以在整个协调过程当中 有没有哪一位工人 或者是哪一户的居民 在跟您互动交流当中 您印象非常深刻的 在这个居民当中 其实是有一个叫苏伦达尔的居民 他是住二号房的居民 他是我们医疗组去戒酒 然后戒酒成功的其中一位 一开始我们接触他的时候 他是当作这个 当作这个斯隆家村的保安 他有帮忙在斯隆家村 做建筑的工程 由于他对建筑有一些知识 他也是跟村民们会好像 曾经有一次就是也对我们 好像提出诉求 就是要求在他们的地板上 要加红砖这样子 虽然后来我们就经过了多次的商量 说服他说我们的施工法 就是是正确的 也不需要加红砖 所以他听进去了之后 他就很大力的配合我们的工作 比如说我们捐赠这个木床 或者捐赠这个衣橱的时候 当这个木床和衣橱送到工地的时候 都需要人力来帮忙帮的 我们一请他 他就帮忙着急的过来帮 此外我们还有教村民种草 那我们就有请了一个园丁 就是种植专家来教大家要分尺寸 每一尺种一棵草苗这样子 苏仁大尔就是因为有这方面的知识 他就学了这个技术 然后就带动整个村 就帮忙每一个村门前 就帮忙做这个树苗 所以苏仁达尔算是我们的好帮手 我们给他的是有形的大爱屋 但是无形的跟他们做一些交流 给他们感受到那一份爱与温暖 非常感恩俊豪师兄跟我们分享 也感恩您 感恩 感恩